师父我再说一个事情 就是说有的修心灵法门的同学 他修了几年了 但是他得了恶病 但是你一问他吧 我说有没有许愿吃全素 他说没有许愿吃全素 有时候许的是初一十五吃素 那师父你像这种得了恶病的 都没有许愿吃全素 最首要的都没有做到 那菩萨能救他吗 这个问题你这叫自问自答 那师父说的 他们听师父的都 这个问题就是你已经回答了呀 你连最起码的慈悲心都没有 你连这个畜生的肉你都敢吃 你连猪是最吃最脏的地方 长出来的肉你都敢吃进去 长在你的身上 你连技术是最肮脏的地方 水槽边上的 人家小便的地方的东西 你都敢吃 你连狗肉都敢吃 狗连尺都吃的 长出来的肉你都敢吃 你这还算人 你还想做菩萨 你身上不是恶病啊 这还要问吗 是的 是的 太肮脏了吧 肮脏得到几点啊 你知道吗 我会觉得 师老师父 最基本的都做不到 那菩萨怎么会救啊 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会生癌症 为什么吃活的东西生癌症 我讲给你听 你去告诉所有的人 因为你看一个时候你把他头砍了 他身体还能动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他身上的细胞没死 所以人也是头砍了 他身体照样会动 他的细胞要细胞源 有的动物要一个月 有的动物三个月才能完全死光 所以你一条活鱼把他头砍了 你以为烧了之后你吃在肚子里 他不停的细胞 这种动物的细胞 动物的脂肪在你的肠位里面蠕动 然后跟你的肠子结在一起 然后把你的肠子腐烂 最后就是叫结肠癌 哎呀 明白了 你杀一个乌龟 你把他头砍了 他照样可以生存 一个月 不会死的 他的细胞不会死的 不是头没了就死掉了 还有你鱼子放生 为什么鱼子 鱼子你就要挖出来 他没有什么东西 你放在冰柜里面 你只要放三个月 他照样能够放到水里可以存活 这就说明你吃一条活的鱼 到了你肚子里 他所有的动物的那种 那种细胞源 全部在你肚子里转啊转啊 你想想看 对你的肠子腐烂多大 所以肠胃 一出毛病 生癌症的话 就把你肠子割掉 三分之二 你要把这些事 全部告诉他们 肮脏的不得了 你学校看 连吃屎的动物 长出来的肉 你也敢吃 连猪吃的最肮脏的地方 臭的来走都不能走近的地方 你居然吃他的肉 来长你身上的肉 你是不是脑子有鱼吃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是的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哎 师父 你又再次的 肺腑的告诉大家 真的是 我 你问了 学博的人 我才能这么讲 我跑到饭店门口 去跟人家这么讲 人家以为我是 老子有问题的 哈哈哈 你说 我很想啊 我很想打嘴板 嘴板敲 让我来说一说 哈哈 没有用的 无缘之人救不了的 无缘之人都进个医院的太平间了 无缘之人都在墓地里躺着呢 我们是有缘众生 我们今天还活着 活着就是成功 不是说有钱就是成功 三十几岁的企业家 三十几岁的那种亿万富翁都死了 他们是失败者 我们今天活着 我们就是成功的人 明白了吗 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设 而且 舒服